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字记载的历史十分悠久 诗经被风骨风中有采风采飞 无以下体的诗句 风是大头菜 飞则是指我们熟知的白萝卜 能入诗经的植物 通常原产于我国 白萝卜 微微辣 脆嫩 脂多 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民间有萝卜小人参的说法 关于白萝卜的药用价值 最早为官方认可的记载可追 速到唐朝 当时 由国家主持编著的世界上 第一部要点 新修文草收入了白萝卜 正是要名为来福 根据当时记载 萝卜行种多样 皮色有白的 粉红的 紫红的 形状有长形和圆形的 这里说的是十字花科的大白胖子 白萝卜 一般认为 萝卜是原产于欧亚大陆的野萝卜的后代 据传 耶罗之水充足 十分解渴 被人们发现后 便从野外移植回来 经过不断的培育和护体 出炉的样子可人 逐渐成为一道大众美食 萝卜在欧洲和东亚分化 为两个不同的品种 欧洲的四季萝卜小型萝卜 和东亚的中国萝卜大型萝卜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白萝卜原产地在我国 有史料记载 白萝卜是秦胆和汉代的人们 经常食用的一大蔬菜 汉代人称 白萝卜为如福萝卜的 有宫女爵亭中 卢浮根吃的情形 是后汉书留盆子传中说的 可见 白萝卜在后 汉人也很受宠 很久以来 白萝卜扮演的就是 平头百姓的角色 但是 在女皇第五则天统治时期 白萝卜高攀上了皇室 从此身价倍增 那时华夏没有什么大的战士 老百姓三居乐业 常有麦生三头 古长双碎之术 有一年秋天 洛阳东湾菜地尝出一个特大号的萝卜 大概有三尺 上清下白 当地人把它看为奇物进贡宫廷 武则天见了 盛新大悦 特意传旨让厨师做菜 这可把厨师难为坏了 你想啊 专门给皇帝做饭 得厨师什么菜没见过 女皇上下嘴唇一碰 就指定单用白萝卜制出绝品 这怎么可能 为了保住脑袋 厨师们苦思冥想 使出百般计议 对白萝卜进行了多道精细加工 切成均匀细丝 制成羹汤 女皇一吃 鲜美可口 大有燕窝风味 遂四名假燕窝 从此王公大臣黄兴国七社殿军用萝卜味料 假燕窝登上了大雅汁堂 白萝卜 宋代称之为萝卜 土酥等 到了明代 彼时真将其命名为萝卜 一直沿用至今 从地域来看 人们消费习惯的不同 会选择不同皮色的萝卜 山西人喜欢吃绿白相间的大萝卜 这种萝卜含有一种辣味 特别契合老西的口味 尤其生时候 大哥会有特殊气味 外地人很反感这种味道 其实这么吃是很养生的 消食 除痰 润肺 戒毒 生机 红楼梦里 刘老了一个萝卜一头蒜 据说吃的就是这种萝卜 从尽头上看 刘邦作为秦汉之交的似水小利 吃的好像就是老西偏爱的大萝卜 来源 山西晚报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